中元节准备拜拜共品 三生四果不可少 饼干零食也是摆满桌 就是希望好兄弟吃得开心 保佑一切平安顺利 但说到普渡祭拜 可是很多梅干 像是鱼要完整不能去尾 否则会有无后的意思 另外水果类 香蕉梨子梨子也不能放一起 因为有台语九里来的谐音 越拜越不吉利 今天早上刚到市场上买下来的新鲜水果 可香的呢 还有像巴勒番茄这种只可以吃 又无法消化的水果 也不能摆上供桌 中元普渡拜拜禁忌多 新北市市场处 特别在网上帮民众整理懒人包 教大家怎么拜 同时也推出好康优惠 只要上来新北逛菜市网站 就能够享有线上购物88则优惠 让民众不用出门 就能一次购足 只要到我们来新北逛菜市这里 就可以很轻松的在家里 点选用你的手指头点一点之后 这些贡品300多项 而且照9月1号以前 全馆都是88则 可以享优惠 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 大热天不用晒太阳 到市场人挤人 动动手指贡品就能送到家 另外到粉丝专页参加活动 还有机会抽中免费三声组 迎接中元节 市府提供小撇步 让拜拜新手轻松买 搞定普度大小事 开报大台北数据新闻 邱盛民产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